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较多人租的亚洲万里通 是国泰航空旗下的理数计划 日常生活消费都存到 这个计划最适合用来换长线机票 以坐国泰商务仓来回温哥华为例 亚洲万里通只需要12万里 但Avios要多6万 凤凰之音就要再多些 而BA旗下的Avios 在香港都有信用卡可以存到 这个计划最合喜欢去短线旅行的人 以坐国泰商务仓来回日本为例 Avios只需要4万里就换到 但亚洲万里通要多1万里 凤凰之音就要再多些 而有几个国泰系成员组成的凤凰之音 可以用不同银行的信用卡 组织分去换里数 这个计划换勾由机票最底 以坐国泰头等仓来回欧洲为例 凤凰之音只需要11万里 而亚洲万里通就要多7万 Avios就要多整倍 申请信用卡 看看香港卡 你的生活理财平台 未经历管关系 你的生活理财 communities 还有多4百产